前不久有媒体爆出曾被称为华为天才少年的彭志辉 凭借其机器人创业项目已获三轮融资 市场估值被爆在十几亿美元左右 彭志辉持股约6.6% 此时距离他去年12月宣布离职华为 放弃百万年薪仅过去不到半年 2019年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提出天才少年计划 表示要在全球用顶级薪酬为华为吸引顶级人才 彼时华为正处风雨飘摇之际 先是2018年时任华为公司副董事长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前往国外参加会议时 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捕 再是2019年5月16日 美国商务部开始对华为实施出口管制 华为被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 美国企业被禁止向华为出售任何产品和技术 迷雾与困难层层出现 一个月后任正非签署了一份内部文件 正式提出天才少年招聘计划 宣布华为将在全球招募天才少年 在任正非看来 这些少年的加入就像给华为换枪换炮 能否打赢这场战斗 他们或许正是关键之处 在提出天才少年这一概念之处 任正非曾将他们形容为尼丘 我们将从全世界招进20至30名天才少年 这些天才少年就像尼丘一样 钻火我们的组织 激活我们的队伍 在这样的设想下 能够获得面试机会的少年们 通常需要在数学 物理 计算机 材料 芯片等相关领域 有突出且卓绝的成绩 选拔过程通常是七轮 简历筛选 笔试 出面 主管面试 若干部长面试 总裁面试 H2面试 通过之后 华为会根据面试成绩 对这些天才少年们定心 按照计划 薪资被定为三个档次 最高档为182万至201万 第二档为140.5万至156.5万 第三档为89.6万至100.8万 部分华为天才少年的学历与薪资 2019年 华为天才少年 共招收九人 均为博士研究生 2020年则为六人 其中就有1993年出生的彭智辉 如今看 彭智辉的薪资评级并不在最高档 但他获得的关注却是最多 2020年 彭智辉通过天才少年计划入职华为 成为一名AI算法工程师 与此同时 在视频网站上 他给自己起名智辉军 凭借着脑洞大开的科技视频 成为知名度极高的硬核科技博主 有人评价彭智辉的设计 外行看起来很牛 内行人看起来更牛 彭智辉 在他的B站账号上 记录了许多从生活中延伸出来的奇思妙想 其中最出名的 莫过于彭智辉 在2021年夏天 制作过的一个自动驾驶自行车 那是他加入华为的第二年夏天 有一天下大雨 彭智辉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因为速度太快 导致他在转弯时摔倒受伤 站在镜子前 彭智辉盯着脸上的纱布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题 自行车为什么非要人骑 他既然叫自行 就应该能够自动驾驶 想法浮现在脑海后 便很难再被驱散 之后 彭智辉利用下班和休息日 花费四个月的时间 制作出一辆能够自动驾驶的自行车 这辆车不仅能够保持平衡 自动驾驶 还能够在过程中通过传感器 识别到前方与两侧的障碍物 自动避让 彭智辉制作的自动驾驶自行车 视频一经发行 立刻在科技圈引起极大关注 有人在看过视频后 详细列出了彭智辉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相关知识点 总结出了二十多条 网友列出彭智辉使用的相关知识 就连B站的董事长陈瑞都前来评价太强了 UP主重新定义自行车 陈瑞评价彭智辉 对彭智辉而言 生活中不起眼的细节 总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 比如一次在吃螃蟹时 他觉得螃蟹可掌的像火星车便花费几十小时 将其改装成了一辆火星车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 彭智辉还制作过 外观只有一枚硬币大小的电脑 能够当作充电宝的屏幕 以及能对葡萄进行缝合的机械臂 彭智辉说 过于先进的科技对于普通人而言 就像魔法一样 我觉得很酷 彭智辉制作的能够给葡萄缝针的机械臂 毋庸置疑 作为华为的工程师 他拥有上百万的年薪 而作为科技博主 他收获了250多万的关注 无论是名与利 他都收获颇丰 在这样的故事脉络下 当人们试图去探索与复刻 一个天才少年被创造的过程时 却意外发现在彭智辉的人生中 有迹可寻的东西都太过平常 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于天才少年这个称号 彭智辉都并不习惯 他说 我既不是天才 也不在少年 我的成长并没有出众的故事 只是一个很平淡的过程 无论在网上被叫多少次大神 在生活中 彭智辉更像是一个普通的男生 他爱吃泡面 喝可乐 讨厌花椰菜 喜欢弹吉他和吹口琴 空余时间会尝试接触新事物 比如摄影 普普通通的彭智辉 出生在江西农村 上小学之前 因为父母工作调动 他也跟着来到广东生活 年幼的他不爱说话 也没什么朋友 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家中 彭智辉小时候 广东的夏天炎热且漫长 那时彭智辉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蹲坐在电视前看引进的国外动画片 握着只有32兆内存的 Game Boy掌机 一遍遍地通关游戏 时间久了 他便开始好奇 如此小的一个设备里 怎样实现那些生动的画面和内容 他开始拿着梅花刀 将家里不用的电子设备拆开 试图找到一些破解的线索 多年后 已经掌握许多科技技能的彭智辉 曾创造出一块 又能当充电宝 又能成为游戏屏幕的作品 或许对他而言 灵感正是来源于幼年 彭智辉制作的 屏幕充电宝 高中毕业后 彭智辉考入电子科技大学 进入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那时他对学校里组织的科技竞赛 十分感兴趣 但他所在的生物学院 相比于计算机学院 很难组织出一支队伍 为了参赛 彭智辉只好一个人扮演所有角色 无论是硬件 软件 算法 结构 还是撰写报告 他都学了一个遍 读大学那几年 彭智辉参加了大大小小的 电子设计竞赛 拿下多项国际奖项 同学们甚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电赛狂人 彭智辉 2018年 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彭智辉 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 他先是进入了 Apple上海研究院 成为一名算法工程师 两年后 又被华为天才少年计划项目选中 正式入职华为 成为一名AI工程师 与此同时 在B站上 也有人关注到彭智辉的另一个分身 智辉君 在账号里 他分享着自己用业余时间制作的各类电子创意发明 一方面 这些发明让彭智辉迅速吸引到上百万粉丝的关注 成为继合同学之后的又一大神级别的科技博主 彭智辉 但另一方面 这些与工作无关的创作 也让人们开始关注 以天才少年身份入职华为的彭智辉 是否将太多精力投射到与工作无关的地方 甚至有网友在他视频下评论 华为的工作量看来还是太小了 对此 任正非曾大度回应 有人研究自行车的自动驾驶 公司没有约束过他 我们要生产自行车吗 没有啊 这是他掌握的一把手术刀 或许以后会发挥什么作用 产生某种巨大的商业价值 实际上 华为内部工作人员曾在网上透露 彭智辉在华为工作期间的几次绩效 评级权威 并且拿到过总裁奖 明日之星 金牌团队等奖项 就连彭智辉都曾在视频中提到 自己所进行的大部分创作 都是利用周末以及节假日 所以有时他的两个作品时间跨度 会高达半年 在华为工作的彭智辉 似乎彭智辉在华为天才少年 以及科技卷顶流博主之间寻找到了平衡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2022年12月 彭智辉突然在微博上宣布 自己已正式从华为离职 之后会将更多的时间 用于自己的创业项目支援机器人的研究 在宣布离职的微博上 他感谢了两年在华为的经历 并未回应网络上的诸多猜测 他说年轻热血不知天高地厚 或许就是我最后的倔强 华为天才的帽子就此摘下 但对于彭智辉而言 过去与将来同等重要 彭智辉发微博 请不吝点赞 转发微博 可不吝点赞 转发微博 转发微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微博 运 discovered 很惹爆发嗨 就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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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